以赛亚书第34章 列国啊,要进前来听 众民啊,要留心听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中所出的一切都要听 因为耶和华向列国发怒 向他们所有的军队发烈怒 要把他们灭尽 要把他们交出来受屠杀 他们被杀的必被抛弃在外面 尸体的臭气上腾 众山都被他们的血所融化 天上的万象都必消残 天也像书卷一般被卷起 所有星宿也必衰残 像葡萄树的叶子衰残一样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凋落一样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 看哪,它要落在以东 以及我决定要灭绝的民生上 为要施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染满了血 这刀因脂肪、羊羔和公山羊的血 以及公绵羊腰子的脂肪而滋润 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 有杀生献祭的事 在以东地有大屠杀 野牛、牛犊与撞牛 要与他们一同倒下 他们的地喝足了血 他们的尘土因脂肪而肥润 因为耶和华有报酬的日子 为习安的案件必有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都要变成石油 它的尘土必变成硫磺 它的地土要变成烧着的石油 昼夜不息 烟气永远上腾 并且必世世代代变为荒凉 永永远远无人经过 但蹄虎与建筑要占据那地 猫头鹰和乌鸦必住在其中 耶和华必把空虚的准绳 混沌的线坨拉在旗上 它的险柜一个也没有了 以致不能称为一国 所有的领袖也没有了 以东的宫殿必长荆棘 它的堡垒必长吉梨和刺草 它要做野狗的住处 做鸵鸟的居所 旷野的走兽必与豺狼相遇 野山羊必呼喊它的同伴 连夜间的怪物也必在那里栖身 为自己寻找休息的地方 剑蛇要在那里竹窝 下蛋 孵蛋 并且巨子在它的阴影下 药英也各与自己的伴偶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考和阅读耶和华的书卷 这些都无一缺少 也没有一个是没有伴偶的 因为它的口已吩咐了 它的灵已把它们聚集 它也为它们抽签 它的手用准绳给它们分地 它们必永远得着那地 也要世世代代住在其中